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一月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今天主要为您介绍到的是美国大选相关的新闻 首先为您介绍到的是来自Axios的独家报道 美国将军向新闻媒体介绍承诺军队在选举中不扮演角色 两位熟悉人士告诉Axios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马克米利 本周末与高级将领还有新闻媒体进行了一次非公开的视频对话 以评计有关潜在军事参与总统选举的猜测 消息人士表示国家最高的军事官员在周六设立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电话 以明确军方的角色是非政治性的 并试图取消任何有关军方在裁决争议选举中或做出决定的说法 有一位消息人士补充说米利告诉新闻媒体 美国军方在和平移交权力的过程中不会有任何作用 官员告诉媒体 如果他们在选举日看到身穿制服的国民警卫队不要惊慌 目前这些情况没有被联邦政治化 而适应州长的要求来进行服务 米利将军拒绝对媒体发表评论 这样的呼吁是在活动家和政治领导人公开猜测军队的作用之后发出的 拜登最近对于美日秀的主持人诺亚表示 他绝对相信如果川普拒绝离开 军方会派遣人员送他离开白宫 另外两位四星将军也加入了米利的通话 分别是美国网络司令部的司令 还有国民警卫队的总司令 其中有一位消息人士透露 ABC的主持人CBS的主持人 还有NBCCNN的相关负责人 包括福克斯负责人都参与了会议 将军们谈到了确保关键基础设施要免受网络攻击的努力 他们证实有外国行为者试图影响这次选举 但是表示似乎没有人试图改变选票 米利在八月份的时候曾经向国会作证表示 我坚信美国军队非政治化原则 根据法律规定 美国法院和国会需要解决选举争端 而不是美国军队 我认为美国军队在这样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作用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白宫新闻发言 今天早上的最新表态 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 川普的新闻秘书麦克纳尼表示 川普竞选团队相信今晚将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 他表示总统将赢得内华达州和明尼苏达州 而在这两个州民主党人拜登一直保持着民调上的领先优势 白宫新闻秘书表示 我们的竞选活动相信今晚将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 我们相信我们将大获全胜 对于拜登的竞选活动来说 出来加倍强调 希拉里克林顿的恶劣声音 也就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让步 这就告诉了你你所有需要知道的事情 麦克纳尼还预测 川普将守住四年前夺取的宾夕法尼亚州 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 而民调显示川普在这三个州都处于落后状态 他说我们的选民将在选举日出动 今天就是美国人民说话并且用行动表示支持川普总统的日子 在整个竞选期间 尽管川普在全国和战场州的民调中保持落后 但是在佛罗里达州北卡奥莱纳州 亚利桑纳州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等关键地方 已经缩小了差距 而根据民调会合数据 川普在佛罗里达州和亚利桑纳州落后 拜登不到一个百分点 在北卡奥莱纳州则领先0.6个百分点 在十月中旬拜登平均领先超过四个百分点后 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领先优势也缩小到平均的1.2个百分点 而世界其他国家又如何看待美国大选呢 这里要为大家关注到的是来自美联社的报道 文章介绍对于全球各国来说 川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是非常奇异的 而现在随着周二的美国大选 川普执政时期另外一个拐点就在眼前 如果任期结束或者继续下去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呢 美联社驻世界各地的记者在美国大选日期间 就他们所在地区如何看待美国发表见解分析 做出特别报道 在以色列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领导人聚集在圣经城市西伯伦 为川普总统祈祷胜利 这是定居者们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 他们一直是川普总统中东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周一的集会是在犹太人和穆斯林崇尚的圣地前举行的 该圣地是圣经中组长亚拉巴罕的目的 这是对川普促成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被称为亚拉巴罕协议交易的一种祝福姿态 西伯伦的超民族主义犹太社区市长表示 我们对他的第一个任期表示感谢 我们祈祷他可以当选另外一个四年 几乎可以肯定 这是这一位长期被美国排举的定居者领袖第一次公开为一位现任的美国总统进行祈祷 但是川普总统与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不同 他拥护以色列的宗教和民族主义右派 并向总统内塔尼亚胡赠送了一连串外交礼物 比如退出伊朗核协议 承认伊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提出中东计划 允许以色列吞并西岸土地 包括定居点等 内塔尼亚胡虽然小心翼翼地不公开选边站 但是他本周表示希望川普政策可以在未来几年内继续执行 而被川普总统排挤的巴勒斯坦人则更明确地表示 他们正在拉拢拜登 这一位民主党的挑战者已经表示 他将取消川普对伊朗和巴勒斯坦人的做法 这在以色列引起了关注 尤其是在右派中引起了反对 住在卡尔内肖姆龙定居点的美国以色列顾问皮普兹表示 川普拒绝了过去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如果拜登获释 希望他能够汲取适当的教训 在伊朗美国大选前一切感觉悬而未决 现在货币市场已经冻结等待投票 尽管川普总统的最大压力制裁运动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 在二零一七年就职的时候 当时一美元可以对三万七千里亚尔 而现在一美元可以对到二十七万六千里亚尔 货币崩溃在给伊朗政府施压的同时 也摧毁了人们的生活积蓄 像药品尿布还有汽车零件这样的商品很难买到 由于制裁 伊朗不能公开向国外出手言有 对于年轻人来说工作机会仍然稀缺 而经济问题导致近年来全国性的抗议活动 与此同时伊朗也面临着中东地区最严重的病毒爆发 据报道已经有三点五万人死亡 而官员们承认真实的死亡人数可能要高很多 而在印度对于许多印度人来说 美国大选是个人选项 拥有印度血统的副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也就是贺锦丽可能会担任美国第二高的政治职务 这样的一个前景引起了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数百万普通民众的想象 但是对于他们的政府来说 这次选举的意义在于两国最近在军事和外交上的融合 以对抗他们共同的竞争对手中国 尽管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摩擦 在过去四年里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在安全和防务合作方面稳步加强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总统川普和印度总理莫迪之间公开展示友好关系所决定的 他们在本国都被视为民粹主义者 莫迪的第二个任期内国内出现了很多问题 社会纷争扩大歧视穆斯林对少数民族的不容忍度上升 而川普大多选择忽略这些问题 因而招揽了很多印度裔美国选民 相比之下民主党挑战者拜登还有竞选伙伴贺锦丽 一直对莫迪的强硬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 包括他的政府决定撤销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半自治权权利不予可否 如果他们赢了印度可能会因为这种政策在国际上受到更大的压力 但是无论谁赢得大选 美印关系的发展轨迹仍然是有利的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主任库格尔曼这样表示 而在韩国和朝鲜看来 两国关注美国大选之际 和谈判的命运是重中之重 随着谈判陷入混乱 选举可能对朝鲜不懈追求 能够针对美国盟友和本土的武库产生严重影响 川普总统自从二零一八年以来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三次峰会 但是谈判现在陷入僵局 如果川普连任有一些专家表示 朝鲜会试图恢复峰会 而朝鲜会更加驱动峰会议程 让他有更好的机会赢得及时的让步 民主党挑战者拜登在指责川普巴结独裁者后 被朝鲜国家媒体称为疯狗 他赞同从低级别之间的官员会晤开始的做法 还要求朝鲜表现出放弃核武器和导弹的真正意愿 一有分析人士表示 朝鲜可能会向拜登政府施压 恢复他在与川普政府外交期间所停止的核弹头 和远程导弹实验 而在最近的平壤阅兵式上 金正恩展示了一系列新武器 包括似乎是朝鲜期间为止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 与此同时韩国一直在努力与川普打交道 而川普与前任相比 对历史性的联盟关系似乎并不那么执着 而川普不断抱怨驻扎在韩国的美军费用 费用分摊协议在二零一九年到期 双方位救协议达成一致 而对于中国一切都与贸易有关 贸易也关系到在国内冲击经济增长目标 和在国外成为技术领导者 自川普总统上台以来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 暴风骤雨般的商业关系由此结束 在中国对美国大选看法中是最重要的 虽然民主党挑战者拜登的胜利 并不能够保证缓解 但是北京终归希望关系可以避免进一步恶化 并且看到谈判被置于平衡的基础上 人们很担心想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 无论谁是美国总统都别无选择 他们或许不得不与中国做生意 川普抓住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于中国间谍行动 强制移交技术 以及国家对中国企业补贴的担忧 他将这些问题提升为二零一八年发起的关税战 并在去年加强了对于中国购买电脑芯片 还有其他高科技零部件的控制 这可能会对中国成为全球前沿技术领导者的雄心壮志 造成拖累 并且对国内建设所谓小康社会形成压力 同时川普表示 中国将为涉嫌欺骗美国消费者行为付出代价 但是尚未产生更加平衡的贸易 这意味着尽管受到贸易紧张局势和疫情的干扰 但是执政的共产党可能会在疫情恢复之后暂时达到其经济目标 但是平息贸易战的风浪还是可以为北京领导人提供长期保证 最后是菲律宾的情况 下一任美国总统可能会重塑该国与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关系 他领导着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 但是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 杜特尔特因为其臭名昭著的反毒品镇压行动 而被国际监督机构视为人权灾难 他被指责破坏了亚洲最具活力的民主国家之一美国的遗产 这位七十五岁的领导人以其脏话连篇的演讲而闻名 他对所谓的禁毒战争的批评非常敏感 在一次演讲中告诉当时的总统奥巴马你去死吧 与他的前任不同 川普没有公开对杜特尔特的运动提出警告 川普为他赢得了杜特尔特更亲密的关系 而杜特尔特在三月呼吁菲律宾裔美国人投票给共和党 他说你和川普在一起得到的是最好的交易 这一位菲律宾领导人在培养与中国的关系同时 继续按纳住了他的反美扩论 二月份他的政府通知华盛顿打算终止一项关键的安全条约 尽管后来又推迟了这一项决定 我们需要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而生存吗 他这样问道他基本上说我们不需要 虽然川普连任可能意味着与杜特尔特的关系一切照旧 但是如果拜登担任总统 有可能使得美国对于杜特尔特进行更强有力的反击 但是也有可能进一步疏远这个关键盟友 而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华为有关的消息 爱尔兰人乔凯利在过去八年里一直在位有争议的电信公司 华为来领导沟通外邻工作 但是他突然去世 享年只有五十五岁 凯利此前住在华为总部所在的中国深圳 他在二零一二年底加入公司 担任公司的企业传播副总裁 在此之前他曾经在一些类似公司担任类似职务 包括英国电信马可尼和施勒 还曾经作为记者为多家出版物来报道商业和技术 近年来他帮助领导华为反击美国政府有关于技术 可能被用于间谍目的的指控 他发现自己处在媒体的射击线上 而当时凯利在接受爱尔兰时报采访时表示 我的特长是危机管理 当事情发生时要保持冷静 不要情绪化 当其他人可能会被卷入这样的大事 感到绝望时凯利表示自己乐在其中 他说没有人愿意置身于是非之中 我不记得有什么时候我比现在更开心了 一位华为同事表示 我们非常悲痛地确认我们深爱的同事和朋友乔凯利 本周末在中国深圳逝世 乔是华为国际媒体事务副总裁 他是团队中经验丰富的议员 整个公司受他极大尊重和影响 我们将非常怀念他 我们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的慰问 我们将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度过非常困难的时刻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